蜜蜂哦他會 哎我吸走 我吸走了抱歉了 他採收了但是我把他吸走了 哈哈好可憐哦哇 哈嘍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來玩一點新遊戲哦 這是諾巴雷斯 哎黎米亞的迷選 但他是一個 前置版然後他是一個序章 然後是免費的可以來試玩看看 來看一下他什麼樣的遊戲哦 哦 突然 迫降了 這是一個外太空 一星球的一個感覺 哦 我們從一個太空艙裡面出來 這有點像那個超級賽爾裡面那種太空艙 那 我們應該是 啊未來的世界哦 這個架空的一世界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用右肩來提取支援 他有一手上有一個槍 哦他有一個用雷射來收取的 這是一個高科技的收穫槍 然後這個枯木汁也可以收 那樹可以砍樹嗎 好像不行 這個距離很長哎 這裡就收得到了 好遠哦 我們有高科技可以來收貨了 啊這個奇怪的這個是水球 然後這是薑果可以吃掉 有保實度哎 那應該是回血用的 那我們有飢餓度嗎好像沒有哎 然後左上角有這個一整天的時間 正在流動中 那我們一開始的目標呢 要做出生產 最後我們應該是想辦法在這星球 活下去或是逃出去吧 我們要先說哎我這什麼 嗯怪鳥 蜜蜂 他住在一個蜂巢的地方哎 哦他會 哎我吸走 我吸走了抱歉了 他採收了但是我把他吸走了 哈哈 好可憐哦哇 看這個他要吃這個薑果的樣子 有一個蜂巢 好應該是蜂鳥的感覺 這個大顆枯樹 哦那資源好像會再生 目前我們在一個 好像是六角形 八角形的島哎 這邊我們可以蓋出火爐了 我們先來把它蓋上 哦所以他這邊是有點 模擬經營的感覺 收集物資 然後生存的一個遊戲方式 OK我們看一下火爐 這邊有配方 我們可以用枯樹枝燒成木炭 或是用石頭加木炭再燒成 模塊磚 可能建築會用到 所以我們先放上這個 選擇配方 OK 哦他就自己燒了 好 那接下來的目標呢 是要做一個製氧機 哦讓水轉化成可以呼吸的氧氣 哎可是我們現在 有缺氧嗎 我們有氧氣的消耗嗎 好像也沒有 接下來可以提取這個著陸艙 來收集資源 所以這壞掉的 只能當作資源使用嗎 把它拆掉 我這鞋很多哎 要拆很久 ok 哇 他這一次做出來有六個這麼多 哎裡面有一隻 這是狗狗嗎 哎好可愛 我們跟這狗狗起來到這個星球 可以一直摸他 可以再摸他嗎 哈哈很可愛 好我們要的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鐵錠 我們可以來製作這個製氧機了 那這邊需要用水哦 裝入水球 哦有氧氣了 這樣子 我們氧氣開始消耗了 哎當我不做的話 是不是就不會消耗氧氣 他前面根本就不需要氧氣啊 接下來我們可以做研究 研究處理器 ok 可是我們旁邊那個樹不能砍掉嗎 還是要有工具的樣子哦 來看一下我們的研究 量產 可以做成鐵錠或是純銅 ok 這兩個新的錠 我們可以來研究 哦要在這個熔爐裡面製作 好接下來我們有各種的分支 哇科技術的概念 我們現在要先學什麼呢 探險家 發現附近 我們不知道能不能離開這個島嶼哎 他現在就只有一個小小島 然後自動化 先來個自動化吧 還是先來個儲物箱 我覺得我們東西有點多 那還有噴射背包哎 可以在島嶼間跳躍 哇 可以跳躍 然後這是儲存空間 還有能量步槍哎 所以看來還是可以打怪哦 我們現在研發這個機器人好了 可以收集資源 好不曉得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動化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材料丟進去 它很方便哦 按Q就可以從外面直接丟進去了 只要選好配方就可以了 要燒成鐵的話呢 還需要一個木炭 我家木炭的消耗還蠻多的哎 我們前面這個磚也是需要 不過這磚 還有用到那麼多嗎 可能沒有囉 我們現在研發自動化一集 看一下這個材料 在研究桌製作的樣子 還有一個無人機的天線 那接下來要銅 哎我們好像這世界 這個島嶼沒有銅哎 我們現在看一下要怎麼做 這個可以哦 我們先蓋一個天線 哇這樣空間有點不夠哎 我們要再 擺一排嗎 先放這邊 標的之後能不能調整位置 哦可以讓他蒐集某個材料 然後做機械的話呢 需要上面這個工作臺 所以這個也要先學 然後我想應該也是稍好鐵定 機械哎 要蛋哎 哦這是醫療包 這個蛋是不是旁邊那個蛋 他這個生蛋的 他看起來只有薑果 然後他就生蛋 然後有一個醫療包 但我目前還沒有補血 所以薑果可以讓他們帶回家哎 多了動物了哎 什麼時候多了這個 怎麼多豬了 豬我可以 我這個只能收集不能攻擊 所以應該要有武器 像那個能量槍之類的 那總之我們現在做機器人的話 需要一個鐵 哎 哎那個豬把樹枝給吃下去了 他他吃木頭 哎玫瑰會吃 他會消耗我的資源哎 所以這個我們要想辦法收穫他 哎不過他會便便哎 哈哈哈 他的便便啊 我想這應該之後有用 我這我們真的需要一個 裝東西的地方哎包包滿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機器人製作 有了 那他該不會只是幫我撿地上的東西 而已吧 這樣接下來連接到機器人的天線上 把它放上去 然後拉收集 石頭樹枝 礦石然後各種的薑果哦 也可以收集他嗎 哦但這是要 打死他才有吧 所以我們先讓他收集 我現在缺什麼 這個吧 煤炭哦他會他會採收哦 那就方便了 我想說他只會撿地上了 那那這個很方便 那我們邊的 就可以交給他來採集 哎呦他們打起來了哎 那個蜂鳥跟豬 哎打了一下又不打了 他是不是想偷吃人家的蛋 這個豬好像什麼都吃哎 我們現在來燒更多的這個金屬 只是我們這個放在這邊 他收集在這邊 嗯感覺好像會被偷吃哦 我們先把這個三臺的無人機 都先做出來 但我天線的我再多做一個 應該有辦法 再多三臺機器人才對 那我們現在研究一下這個儲物箱 這也要消耗了兩個鐵 他儲物箱是一個放置的區域 這麼大格然後可以放四種東西 那我想這應該可以讓機器人啊 改到放在這個裡面對不對 好可以哦 接下來我們可以研究雷達 來看一下周圍有沒有新的生態系 哇那這個真的很大哎 這樣子 這樣放得下嗎放遠一點 雷達 哦呦 解鎖新區域 我看只能先解鎖上面了 哇 哎這個島嶼很大哎 他其實是六角形哎 所以周圍還有六塊大路 那我們還要背包才有辦法過去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再研發一下 我們的噴射背包 學習 ok 然後額外固存感覺可以學一下 身上東西應該會更多 現在用space 就可以使用噴氣背包了 哎呦會這樣跳一下 有冷卻時間 他沒有寫在哪邊呢 冷卻時間 ok 我們可以跨過那個島 哎我講到便便了 這個便便 暫時沒有寫什麼用途 先丟著 那豬我們現在也沒辦法打他 就他那邊亂跑好了 哎我們的空間已經滿了耶 他這一次可以存多少 滿了50個石頭塞不下了 東西這個太多了 我們要再一個儲存空間 我覺得我們可以把該學都學一學 這邊都消耗鐵錠的話 我們燒了很多 那接下來的能量槍 我還要更高級的定 這麼還沒辦法做的出來 我們下面兩位好像多了兩格 ok 現在總共有2688格吧 那我們可以跨越這個島嶼嗎 會哦可以耶 哎我狗狗也會來 啊這邊好多豬哦 這邊豬比較多 哇都是豬 哇他撞樹 啊我們要的是銅礦 我們要新島嶼收集這個 ok 這樣我們就可以科技可以發展下去 啊不多哎 那我應該也可以在這邊 哎那我工廠不就要新蓋一個 如果要在這邊放無人機的話 我就在這邊放個這個天線 那把無人機這個道具帶過來就可以了 哎我們的氧氣快不足了 他在BB叫的好像很危險 是不是會出事會出事 哦啊那個島嶼沒有 那個島嶼沒有氧氣 所以你沒有在那邊蓋製氧機的話 你沒辦法在那邊待太久哎 所以我覺得我要把無人機帶過去 無人機就不需要氧氣了嗎 那我們這次氧機只能蓋一台 所以我只能在這邊待久一點 好那我們想辦法做無人機 然後更換配方趕快先來燒銅 接下來的素材都是用銅的了 那我們這個鐵哇 這無人機收集好快哦 真的需要這個自動化 不然手動收根本收不了那麼多 然後把無人機帶來 放在中間好的 我們這邊不知道有沒有需要在一個工廠呢 無人機 看一下啊 中心一點 那他這個因為他旁邊這個拆不掉嗎 那個資源會一直重生 然後我們還要再放一個 放東西的地方 ok 來吧 收集我們的銅 接下來可以進一步的自動化了 可以根據需求呢 像建築運輸資源 哦那就是代表 我放在那個儲藏空間的地方啊 他可以幫我搬到那個熔爐裡面去 太好了 最消耗銅的機器人 那一座導能機器人電線只能放一個 所以最多只有三個這個機器人可以自動化 那他這個用水拉配一方 哇這些都可以幫我放哦 哇他不用選哎 他會自動幫我搬嗎 來看一下 那目前 這個速度 這是有速度嗎 哦好快 哦 哎呦把木炭搬過去了 哎他他不會搬我儲存空間裡的東西哦 哎有有有哎還是會搬 搬出水來了 然後因為哇我剛好沒有其他銅的 所以他也不會來搬 那石頭呢 現在只是缺碳 他大概只會搬碳 那我們先上去看一下我們的 銅收集的怎麼樣了哦30個 很多 ok 沒銅可以收的 三隻雞好像太多了 效率太高 那他沒長那麼快 那剩下的去收集什麼便便好了 這邊的豬便便 或是他可以去打豬嗎 去打豬好像不行 他這個是要收屍體的 啊便便哎他不能幫我收便便哎 接下來可以升級先進生產 更高溫度的火爐 然後有一個獨立的輸出容器 看來可以更好的自動化 那可以把鐵加銅變成一個鋼鐵 學一下 之後科技呢看起來都需要鋼鐵 那我看看能不能先做出步槍 可以來試看打一些生物會掉什麼東西 改良的火爐哦這麼大台 登登 哇他一次三個是不是哦 他好像一次可以燒三份哎 三倍數這麼大 然後材料其實沒有很貴 我覺得可以把這個熔爐都拆掉哎 拆解 材料會還我嗎 哎呦好像會還一些哦 我們都把它拆掉換大熔爐好的 另外馬可以先開啟左上角這個區域 先開好了 哎那邊銅根哇 這邊礦物島哎 好多礦物石頭一大堆 我們過去哎呦螃蟹 也哈哈螃蟹 這螃蟹要幹嘛嗎 這邊感覺像 呃 退潮的一個地方 我空量也太多了吧 那我們在上面好像不太需要哎 除了要收集豬的資源的話 但我們那個機器人也沒辦法打豬 我們現在收集這邊的礦物吧 一樣 器人加一個 儲存區 我這螃蟹會吃石頭哎 他好像也會自己把石頭打碎 自己的外星生物也是很可怕 哎呦整個也要養漆 所以旁邊都不能待太久 不過他研究呢 有一個可以在兩個道具中運輸物品的 所以之後可以從外面直接運回來了哦 那我們已經燒好三個鋼鐵了 現在看一下要學什麼 我們現在學一個能量步槍 可以發射個能量彈了 ok 那這個武器 哦 攻擊哎 哦 我們可以來打這個 這個這個豬 哦哦哦有彈藥的限制也需要充能 這個豬好像卡住了 開始卡在我這邊 呃打到蜂巢了 完了風 蜜蜂們生氣了 子彈傷害超低的 打一只不容易 哎解決了 他這要怎麼收 收他的虛 我們先把這豬給解決掉 哎趁現在偷拆他蜂巢 這個豬 打不到哎那卡住了 偷拆你蜂巢 我蛋也噴了 那他們沒沒無家可歸 哎他是不是攻擊我機器人 攻擊他攻擊他 蜜蜂 風風風風 ok 啊還是要用機器人來收屍的 攻擊攻擊 武器太爛了 ok 那這要怎麼收 好像要機器人收哎我 哎呦呦呦我換回這個收成的槍就可以了 呃 可以收集這個蜜蜂 哎骨骨頭哎 這個我們目前還沒用到 先收集起來 啊那個豬卡住的豬我有辦法收嗎 這個 啊不行哎 哈哈 哇他就卡在這邊好 也許我們之後重開 也許應該正常一點 他的蜂草還會自己長出來 左邊也多一個 啊這個又多一個 我可以直接拿他的蛋哦可以耶 直接拿他的蛋 然後這個可以解決掉他會生氣 ok 再需要給他點食物他才有辦法生蛋 那這蛋目前只有做這個 治療的醫療包用的 哎啊我的物流機器人被打死了 怎麼辦 停止 他他他他不見了 他壞掉了 哇能夠我這邊運輸哇他沒電了 我可以再開機一次嗎 哎可以幫他充能 這工具這麼方便 ok 有了有了 壞掉了 那我們可以來開啟最後一個島 目前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這三個 哎呦 這看起來有點不妙的地方 稍微去看一下下 這個地方怎麼好像 最終大決戰的地方 這也是很危險 哎可是他這裡 沒有資源呢 這裡什麼都沒有 這我也上不去 哇可能要有新科技 他有一個提取特殊礦物哦 這不曉得這一坨是礦物嗎 詭異的 嗯進不去 好沒辦法拆沒辦法攻擊 沒有血量 那我們先發展科技吧 接下來我們一個先進生產二級了 來學一下 分析提取資源的數據哦 這不知道什麼用 那特殊礦物有什麼呢 哎好像還沒解鎖哎 剩下的目標是不是只有這些啊 我們可能快破關了 他這個是一個 序章嗎 哇這邊東西 滿出來的 等一下怎麼滿成這樣 礦物量實在太多了 然後在地上還撿到金塊耶 他把這個大岩石打碎之後 有一些金塊在 那螃蟹 我來打螃蟹哦 哦螃蟹會衝刺 會壓人哦 螃蟹會掉什麼 不可以也掉骨頭吧 收集螃蟹 有蟹肉可以吃嗎 燈哎也是骨頭 生物都是用骨頭 但骨頭目前還沒用到 再來我們進到一個數據分析機 哎他現在在礦口附近 礦口是這個嗎 嗯我要怎麼蓋 數據哎這真的哎要蓋這 分析 好 呃要提取高塔 要七個高塔才有辦法來收集這個整個礦物的樣子耶 七個高塔 我要十四個鋼 我這鋼 燒很久 我們這邊已經 兩排的這個在燒了 但是 要一點時間 慢慢燒 OK快快收集到了 我再擦兩個 那另外儲存箱二級的升級 這來看一下 OK 哎這樣要怎麼傳過來啊 多了一個運輸壁 哦好大哦 運輸哦 這多一條這個接起來了耶 然後他有一個方向性 我們這樣子應該從外島拉進來 有了啊 他就兩格啦 所以他就是要把東西啊 機器人收到這個位置來 然後我們再把他運過去 他只有一格那好像還好哎 我們這手動直接拿一坨 這樣是比較方便 我們說一道足都有鋼呢 我們來做這個提起去高塔 要7座哦 那 就排一排嘍 嗯 咻咻 用這個能量來 擷取他 有了 OK 這個是什麼 這應該是我們在這個星球的一個 最後目標 也就是我們續張的主要目的哦 哇 燈哎 炸了這個之後 該不會整個島都炸了吧 哎又跑到 裡面去了耶 這可能才是我們之後哎呦 怎麼有一個很像法師人 這這世界觀合理嗎 我也是異星世界 但好像有有魔法嗎 有傳送魔法 OK是他目前的續張 這次版看來就是有更多的機器流程可以玩 所以他是一個資源管理然後工廠的感覺 然後有一些蒐集的要素 然後星球的探索這樣子 他自動化算是蠻簡單的耶 那個機器人很方便 不過他那個儲存空間有點小 就他機器人效率真的是蠻高的 是很方便 OK我們期待他之後正式版 然後他試完馬基路也可以帶到完整版耶 所以我們算是可以玩完續張了還不錯 好的那我們今天就玩到這裡 搞一個段落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啦 大家拜拜